恭喜全红禅 恭喜这位连续两届奥运会 拿到两块女子 单人十米跳台金牌的小姑娘 如此重叠的时间 2021年8月5日 东京奥运会全红禅 以466.20分的成绩 夺冠 2024年8月6日 巴黎奥运会全红禅 以425.60分的成绩 夺冠 第一跳 陈玉希 107B 完成得漂亮 潇洒 近乎完美 起跳高度好 空中腾空吻 入水一根针 这一跳拿到82.50分 全红禅 107B 完成得优雅 干脆就是完美 因为全满分 拿到了90分 这是决赛 但是全红禅没有任何紧张 就是把平常训练的状态 带到巴黎 带到奥运会 带到决赛中来 比完这个动作 全红禅自己戴上耳机 静静休息 第二跳 陈玉希 407C 起跳很高 转体很棒 入水几乎没有瑕疵 这一跳 陈玉希拿到78.40分 全红禅 407C 漂亮 华彩 教科书级别的入水 对比预赛 半决赛 全红禅 发挥得更稳健 84.80分 第三跳 陈玉希 626C 水花消失 惊艳全场 完美入水 震撼全场 89.10分 全红禅 6243D 入水有点瑕疵 其余全是完美 76.80分 经过三轮跳水 全红禅分数是251.60分 暂列第一 陈玉希分数是250分 暂列第二 排名第三的选手是220.10分 第四跳 陈玉希 207C 从容 淡定 坚强 英姿 即便是带伤比赛 状态不打折扣 89.10分 全红禅 207C 有了 此前曾经因为207C反复攻克难关 在教练陈若霖的陪伴下 全红禅重新把这个动作展现完美 92.40分 这样第四轮结束 全红禅是344分 第一 陈玉希是339.10分 第二 第五跳 陈玉希 5253B 81.60分 总分420.70分 全红禅 5253B 81.60 总分425.60分 这样 巴黎奥运会女子10米跳台跳水 金牌得主 全红禅 银牌得主 陈玉希 三年了 全红禅长高了 体重增加了 这对于跳水运动来说 是个巨大的挑战 但是 全红禅 一一克服 除了这些 她什么都没变 还是那样的水花消失 还是那样的天真烂漫 还是那样的单纯可爱 还是那样的超级厉害 当然 也要祝贺陈玉希 作为全红禅的小姐姐 陈玉希付出了同样多的努力 同样多的汗水 同时 她还非常关心和照顾这个小妹妹 中国跳水双子星 在巴黎成为我们的骄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